加油 加油 走进山林吸收缝多精 龟山区浮原里举办年度进山剑肘活动 吸引上百位民众大手牵小手 一起走到户外强身舰艇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伴侣 就是为了地方的发展 民众的话对于这个健康 活动健康的话都很关心 大家健康啊 对不对 不然如果没有机会 大家来去职会员工 有的西家带卷 有的则是带毛小孩一起来 而说到浮原山步道 当时是志工们自己僻健出来 为了鼓励多运动 社区发展协会每年都会举办健走活动 浮原山步道是从94年 延夜我们就看到有乡亲 我们的志工开始除草 秘书 那到97年炎夜20报通行 97年炎夜20报通行 那全场的长度的话是2.2到2.3公里左右 那海拔高度的话从174到340几 那如果说平常的角力的话 大概上去下来的话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左右啦 那曾经有油奶车来的时候 那都是六七十岁老人家他们一个半小时就完成 真的是很厉害 从吴哲英的芒草山到现在 日益盎然的森林步道 全长1.2公里走起来却多了一股惬意 里长也发起植树运动 让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赏花 从本来是芒草山 那因为芒草的话你要建守的话 那实际上真的很累 太阳大的话很累 所以说就是我们开始种一些油桶 种光蜡树 种樱花 种蜂树 还有芒荫芽丹等等 那如果说有空的朋友可以来走走 因为这边的话是很严实 不像说别的地方的话都是水灵建设 这边的话真的是很严实 海拔三百四多公尺的福原山步道 成为社区居民最爱的休闲地点 也吸引其他社区民众保游览车来挑战 而为了防疫 也在入口处凉体温 喷酒精 避免疫情打乱了生活步调 谢谢吴永存 桃源报道